我们又去哪里呢 这个站其实是屯门站的轻铁丝出口 我们终于等到雨停了 我们今天去哪里玩呢 原来这里就是物理浩径终点 我们要开始上山 我们由这个物理浩径第十段 即是他们叫终点站出发 现在郊爷在公寓的道路非常平坦 这个井头常穿不穿 很多信箱 我们计算标志 其实标志非常好 他教我们可以坐巴士小巴走 今天下雨了 天雨路说正是非常大雨 我们要慢走 请继续收看 从山上的山边 发现了一棵藤树 种满了一些菌类 就到了这个物理浩的标志了 我们开始就要进发了 走第十段 我去香港 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我们走到这个楼梯上 分别告诉我们 去大满郊野公园 物理浩径 屯门径 这个地方非常多地方走 屯门径 尋找我们心中的彩虹 我们继续续 我们继续向前走 选这条路走 因为可以寻找心中的彩虹 以及它的栏杆 又上不同的颜色 曲曲的 挺漂亮的 上到山中间 就看到屯门区了 这里很清楚 告诉我们去哪里 我现在指着的方向是景峰花园 丽兰大学 不同的角度 景屯门区 很远的地方 就是东涌 山上的雲都挺厉害 其实我们上山 就打个武器 非常之凉快 现在 一个指示牌 试得更好 若梦圆段 在1998年7月完成的 我们继续去寻梦 都要到达我们心中的彩虹 彩虹的设计 真是万变的颜色 都可以找到你心中喜爱的颜色 配襯这个屯门景 很棒 很棒 以后就会看到一个叢林景 非常漂亮 这个叢林景 对吧 美丽的彩虹围栏 走到这个位置 就我心中消失了 重回古坡之路 彩虹围栏 就完了 就要重回古坡的条 我们沿着另外一条路 就去了 一条石路 趁着一个树木 我们感觉到不会太热 夏天非常之舒服 我们沿途 正早种了一个瓜棚 非常之清脆 凉绿 它叫做浮生亭 浮生亭 是种满了这个瓜棚 是种满了 树荫下 落药都不觉得 辛苦 传统的景 又不同 很多人 就摆了 神像 其实我们将会去哪里 分岔路 就可以去南地水塘 我们要去南地水塘 走四分三小时 这个若梦圆段 后面有一个亭 很漂亮的 其实你觉得可能 平平无奇 它又叫八方亭 八角方角 除了行山之外 都会欣赏其他的景物 我眼前又叫八方亭 真的这么奇妙 奇妙到什么 有人将它滑上去 搞QT 下面都将会融合在一起 我们由这个楼梯级 就上到来了 这样就有一个分叉 我们走一个位置 就往到元朗区了 我们上到来 看看风景完之后 就去到这个南地水塘了 跟着南地水塘都很漂亮 有石仔铺路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 就是上观景台的 看到了 看什么漂亮的景 我们上到观景台 就看到360度的景 哇 之前我们看到 像梦像发 今天就开始晴朗了 我们一路这样掃过去 这里是元朗 之前我们介绍过 华梅 很漂亮 360度 前面就是元朗景 哇 非常晴朗的一天 我们经过屯门的时候 咦 发现了一个什么 哇 原来它被吸引了来 我们走到山腰 就看到这个南地水塘了 好了 我们看看 这个应该是上游 这个应该是上游 现在就要向下走 去到这个水塘里 到这个水塘里 很清楚指示的 我们要去这个虎地村了 虎地村呢 就会看到这个 南地水塘了 咦 我们在这儿沉根 那树根呢 去了哪儿呢 原来它已经是老死了了 我们已经到达了虎地郊游径了 我们已经到达了虎地郊游径了 又烧烤墙了 我们离开虎地郊游径呢 就向着这个南地出发了 好了 我们走到这里 有个地标 虎地郊游径了 那我们要走下山了 我们到达了一个水塘边了 今天水都非常之大 我们来到这里 就看到一个老树根 非常之靓 好像招手那样 和这个水塘 开始呢 这个天空放晴 特别漂亮 这个水塘位 我们只是听到风声 和水声 现在呢 就在射红了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之靓 因为射红 也不是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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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标高柱 要走上去才能看到标高柱 标高柱走下来也要小心点 下这条小路就会看放水 我们从这条小路看到了 当然是放水 我觉得很奇怪 旁边就佣满了青绿色的植物 可能水位不够 路经看到一个牌匾 它是1957年建的 这个叫老虎坑红水坑管理委员会 纪念红水坑 我们下到这个坑底了 看它是洩洪 我们由这个小路出来 看到一个石礦场 好多谢各位收看我的频道 记得追踪我 南地水坑由此路中 旁边就是石礦场 我们小路转到一个福亨村 搭巴士 回市坑 我们经过南地村搭巴士 好多谢各位收看 好多谢各位收看